女生的三个动作暗示,说明你可以亲她了 女人是个神奇的物种,明明非常喜欢,但是就是不肯开口 明明非常想要,却一直装着无所谓 所以很多男人在很多时候根本就不理解女人的口是心非 看不出她们有什么心思 俗话说,女人心还递增 其实呢,女人并不是不喜欢你,而是你自己要主动 你主动的话,你们之间可能真的会发生什么 男人可以用试探的方式来得知你喜欢的女人能不能接受你的吻 当然了,前提是女人对你是有好感的 如果你发现女人有这个动作,那她就是在暗示你 她做好准备了,你可以吻她了 动作一,与你近距离接触时不会躲开 当你和女生聊天聊得很开心时 你们之间的距离又离得比较近 你这么靠近她时,她并不躲开 甚至用小拳拳捶你胸口 然后是时候展示你的技术了,360度无视角的吻她吧 举个例子,比如女生上你的车坐在副驾上 你帮她系安全带的时候,距离她的嘴死离你之内 她的头并没有往旁边躲,那你就可以吻她了 再比如说,你和女生靠在一起 她把头靠在你的肩膀上 这时你转过头看她时,如果她并没有动 那你就可以鼓起勇气来亲吻她了 动作二,你们四目相对超过五秒 要知道,一个女人是不会没有缘由与你深目相对 如果她愿意与你对视,并且超过五秒的女生 那肯定就是喜欢你的 她的眼睛时而看向你的眼睛 又时而看向你的唇,然后又看向眼睛 这种情况的话,那她就是做好与你亲吻的准备了 那么现在你就可以吻下去了 动作三,不介意与你共用一根吸管或一瓶水 当女生与你约会多次之后 你发现她愿意与你共用一根吸管或一瓶水 并不嫌弃你碰过的吸管或者瓶口 你用你的勺子喂她东西时,她很欣然地接受了 其实女生的这些举动就是在暗示你 你们的关系已经很亲密了 你们可以互相接受对方的唾液了 所以说你可以吻她了 这时候女生已经把你当成她真正的男友了 又或者是她对你有好感了 你就不要太担心追不到她了 所以说男人们一定要懂得女人的一些心理 这样在追女孩的道路上也不至于焦头烂额了 当女生给你这些暗号的时候 你可以不要洒洒地不懂 以至于措施机会 你还要主动一些把握机会